好 沒有了 沒有下面的人可能要趕一點 那接下來是群尾跟10點這一組 4點先嗎 好 我講的部分是那個 心理的發展啊 運動 development 好 抱歉 好 沒關係 那因為其實這部分的內容很複雜也很多啊 那我就挑一些重點跟一些比較大的理論來講 那至於細節的話 我可能就當作是舉例 這樣子可能比較節省時間 好 那在講心理發展之前呢 我先講一下人類的發展 就整體的發展 那在個體之間呢 他的存在時間之內 會因為年齡的增長 因為環境的互動 而導致身體跟心理上的改變過程 這個叫做發展 那這個發展過程之中呢 包括了值跟量的改變 就可能你身高變了 你的體重變了 或是你的心智年齡變得更成熟等等的 然後也是學習更成熟的結果 好 那這個發展的是一直持續性的啊 他不會間斷 那他也不會設定說是在生理方面 心理方面或是認知方面等等 那這些其實全部都算是 所以說 待會我們要講的心理發展只是一小部分 好 下一張 那 現在我們先講一下我們在人類發展的時候 我們有哪些分歧 那後面說的非絕對是說 這些時間的定義啊 他只是說我大略定在一個時間內 那並不是說所有的發展一定是像幼兒期一樣 那就是一到三歲 那到三歲之後就換了 不一定 就是說他只是一個比較平均性的說法 對 好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太兒期就是 受孕到出生啊 嬰兒期是到十二個月 那這時候又有分新生兒期跟新生兒 後嬰兒期 那就是說 新生兒期是到二十八天 那二十八天以後是屬於後半部的那個 那過來十一到三歲也有兒期 學齡前是三到六 然後六到十二 然後後面那個成年 成年期啊是二十歲到六十五歲 那裡面包括兩個 青年期是到四十歲 那四十歲以後是中年期 那老年期就是六十五歲到 掛掉這樣子 好 下一張 好 那我們在心理發展上面的定義啊 就是說 個人特有的習性 還有態度跟觀念的統合 還有個人對社會上一些反應的刺激 那這是他的定義 好 那他的範疇就是像是道德啊 語言 情緒 價值觀 自我概念 人際關係 社會話題 社會關係等等的 所以我們在查資料的時候常常會發現 心理社會它是一個詞 不會說 心理上怎樣怎樣 社會上怎樣怎樣 基本上都是 社會心理是一起討論的 他原因在這邊 那為什麼還有包括語言呢 因為我們在語言的發展之中 我待會可能會再講 我待會會再說 不過我這邊先 先提一點 就是說 語言的發展跟你這個環境 文化的背景 還有一些你思考邏輯都有關係 所以說它跟心理上的發展 是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然後 那他的過程呢 在那個 我問他在1957年有稍微 他就有提出一個說明 他說心理發展的過程 大概就是有分化 跟階層性的統合 那所謂的分化就是說 一個細胞會變成兩個 然後兩個變傷腎齊 變什麼齊 那相對的 那我們在心理上的發展也是一樣 他也是要從 具體的變抽象的 就是慢慢的會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複雜 那所謂的階層性統合 就是說 他可能 就生理發展而已 他先會爬 他才會走 他才會跳 等等 他是有一個階層 階層性的 而不是說你一下子就可以 跳到說 你只會爬 然後馬上就可以站起來用衝的 等等的 好 下一張 好 那心理發展的原則啊 這邊有五個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發展的時候呢 他是有一個 可以預知的模式 什麼叫預知的模式呢 就是 我知道這個小孩子 他累了就會想睡 他餓了就會想吃 那這些睡啊 這些吃就是我們可以預知的模式 好 那他這邊說明 就是說 這些預知的模式呢 可以從具體到抽象 就是小孩子在對一些物品的認知上 他知道這是筆 那他可以 那抽象的話就是說 他可以拿來寫 他可以是慢慢 就是循序漸進的 然後他 他一樣是從自我中心到團體的秩 秩序啊 道德 這是模式 那在這種模式下呢 他一樣有個別的差異 那其中以遺傳跟環境是最重要的 一個是先天一個是後天 然後還包括了他的成熟度跟學習的能力 那在這些共同模式下 雖然有個別的差異 可是 他一樣是一個連續性的發展 那這個發展就是我們剛才分歧的啊 什麼幼兒嬰兒怎樣怎樣 他是有一個連續性的發展 可是在這個連續性的發展中 他有一些階段的現象 像是神經的發展會比生殖系統來得早 那相對的話 我們的感覺 我們的運動 就會比我們升職 就是 升職來得快 你到底懂我意思 對 就是 那些性啊 那些愛的話 就是可能 可能要到你比較青少年的時候 才會發展 等等的 好 那在早期的發展 奠定後期的發展 就像我這裡舉例的 小銀河要翻 坐爬 站走 跑 這樣子 好 那在發展的時候一定會有一些 關鍵期啊 那我這邊舉了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 母親保母誰最親 那我待會會提到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語言 語言有他學習的黃金時期 我想這可能大家對於 這比較在意啊 就是我們六歲以前 小朋友六歲以前 是他的語言發展 的黃金時期 尤其是幼兒期 對 好 那就過了這些時期之後呢 他可能在學期上 就會變得 比較沒有那麼的 效力就沒有那麼的高 等等的 好 下一張 好主要的發展理論有 這些 那第一個就是 我上次有提到的皮亞傑啊 那他的 他的發展是說 認知發展理論 那在個體 個體在環境中 適應的歷程 好 然後第二個是佛洛伊德啊 那他也是 性發展 性心理的發展理論 跟人格 結構概念 那他的 性 性理論 就是說 你 你 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為了性 因為性會給你快樂 那你就會去做 好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短片啊 就是一個 也不是短片啊 就是一個 連環式漫畫 好下一張 可以一直按 好下一張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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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相信啊 大家看完之後的感覺 一定跟我一樣啊 他們光臨燈之後 在幹什麼 欸 對啊 就是他們 可能會兩個人一起睡 會怎麼樣的啊 就是人類的 就是 在佛洛伊德的想法 就是說 你不管怎麼想 一定會想到性 等等的 好 那他的人格結構就是 伊德啊 EGO 還有SUPER EGO 不知道大家忘了沒 好 在那邊說一下 就是 伊德就是 比較屬於人類原始的慾望 那EGO就是說 你有開始理智 你開始會有策略性的 計畫等等 那SUPER EGO就是 你開始有比較 就這兩個之上了 就更強悍 就是 自我本我跟超我三個 然後過來是 Eriksson 他是心理社會 那他 不同於佛洛伊德是說 佛洛伊德是說 有性 才會有心理 所以他的發展到了青少年之後 就不會再增長了 可是 Eriksson Eriksson 他是說 社會影響你的心理 所以說 你只要存在這個社會 你就會一直發展 所以他是比較廣泛性的 就是說到了你死的時候 一樣你的社會 你的心理還是一直在發展的 對他 然後他是 因應社會的要求改變 而產生一系列的社會危機 那 那下來那個是 科爾伯格 科爾伯格 然後他是 是道德發展 理論 他是說 因為道德的發展 而讓心理更成熟 怎樣的 然後道德定義這邊有說 啊 態度跟信念 可以幫助自己去決定 事情的是非 那雖然說我們說 道德是人格 情緒文化下的產物 可是他是與認知發展並行 就是跟第一個PR結 他所提出來的理論是 一起發展的 那 語言 情緒 性別角色 跟遊戲 這些都是有關係的 那這邊說一下語言 然後語言就是文化背景嘛 思考邏輯啊 抽象轉具體啊 也是 認知的直接產物 好那 下一張 好這邊要從 就是要跟大家說明 就是 生理跟認知還有 心理 社會是 牽引法的動全身啊 那我們今天只有討論一部分 但是其實是 其實是 蠻狹隘的一個部分啊 好下一張 好接下來我們講胎兒期啊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胎兒 呵 好 那在胎兒期的時候 其實我們 好下一張 沒有辦法討論到他的 胎兒的心理發展 因為我們這些都 很多東西需要觀察 很多東西需要環境的刺激 那我們 所以說在所有的文献中 我都找不到 說胎兒的發展 他的心理的發展 那我就說轉向 好就是說 那胎兒 他生出來要怎樣才會變一個好寶貝 那就是他的母體的營養 健康啊 媽媽的懷孕年齡啊 或者是媽媽有沒有用藥 飲食 洗顏 或是當時 在懷孕的情緒 這些都會影響胎兒將來的發展 對 好下一張 接下來是嬰兒期 好 現在這樣 嬰兒期是0到12個月啊 那在皮卡姐的理論 他是說 這時候是運動 感覺運動期 那他是用手 碰到的才是真的 就是具體的 具體 然後他會事物學習 那弗洛伊德是說 這時候是屬於口腔期啊 口腔期 所以說呢 吸啊咬啊 都會令人愉快 對 吸啊咬啊 會令人愉快 所以說 你如果說這時候給他吸不滿足 那將來他就會很 很想吸很想咬 就會去咬檳榔 什麼什麼等等的 對 然後 Eriksson的話 就是說 這時候就是見證 他的信任 以及不信任感的建立 就是我剛才說 母親保母誰最親 就是這時候 在銀河期的時候 非常重要 如果說你這時候呢 你的孩子都給 給保母帶的話 將來他就去認保母為媽媽 因為他的信任感是建立在保母身上 在保母身上 而不是在媽媽身上 對 所以這個 這個時期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將來 大家為人父 為人母的時候 嬰兒期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待在小孩子的旁邊 對 那科爾伯格他提出來的是 道德成規論啊 所謂的成規前期就是 前期嘛 就是你還沒有辦法用道德 去說明這個小孩子 他的行為到底是道德還是不道德 所以說就用成規前期 對 就是說小朋友這時候 是沒有辦法用道德去 說明他的行為的 那他這時候的行為 只是取悅自己 對 沒有什麼道德與不道德的關係 然後他 三月的時候就會笑 表示說他開始有社會化 他開始對環境有影響 環境的影響給了他刺激 然後九月到十二月的話 會有依戀的 依戀的關係 就是他會特別去注意 照顧他那個人是誰 然後特別注意他的行為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的好 那就是正向的 那副向的話就是 有一個叫做 A month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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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xiety 就是他會焦慮 這時候就會對陌生人焦慮 那他在八月的時候開始 就會開始對陌生人焦慮 就是他遇到陌生人會非常的 就會哭啊鬧啊怎樣的 然後十二月 十二個月到十八個月是他的高峰 對好下一張 好接下來講幼兒期啊 幼兒期就是一到三歲嗎 那時候皮亞傑提出的理論就是 零到二歲是一樣 剛才一樣 就是他碰到的才是真的 然後他會失誤學習 然後開始二到七歲 他就會開始 他的運思前思期啊 就會開始有自我中心 還有象徵性的思考 那佛洛依德說這時候是他的鋼門期啊 大便就會等於他的快樂 對 為什麼說大便呢 因為他這時候會覺得 屬於他的東西 不管是他放出來的 或是 他得到的東西 他都會覺得那是他的寶物 他不捨得 把他丟掉 所以這時候小朋友會吃自己的大便 然後這時候呢 呵呵 就會吃自己的大便啊 那我們先看一下那個 下面那個 下下一個就是 克爾伯伯提出來的 他這時候就要服從權威 就會避免懲罰 所以 這時候呢 就開始我們就會去懲罰他了嘛 所以他才會去避免懲罰 對 所以說 要 讓自己的小孩子跟我家家的話 就要從一歲到三歲開始 就要去教他 不准吃大便 對 好 那Eriksson他是說 他有自主性 他開始有自主性 就是自主意識嘛 然後他會對羞恥懷疑 這些觀念開始建立 然後他會開始喜歡說不來反抗 好 那看最後一點是說 他會開始會用語言了 他不只是 murmur而已啊 就是 說一些有沒有 沒有意思的 句子 那開始會有好奇心 然後 他會憤怒恐懼焦慮 然後愛情 他這邊的愛情是說 呃 他一開始是 他沒有什麼感覺嘛 他 但是他所謂的成人愛奇 是說他開始會去注意到 他身邊的大人 的行為 這叫做成人的愛奇 對 他一樣有分離焦慮 好就講下一張 好下一張 好 學齡前期是3歲到6歲啊 那皮塔傑一樣 就是 自我 中心 然後象徵性的思考 然後佛洛伊德是說 這時候是姓蕾奇啊 首贏 首贏會讓他覺得很快樂 就是說他這時候 開始會考慮到自己的性別 是男生是女生 等等的 然後他開始會去玩 然後他開始會去玩 相信這時候 應該大家都被玩過吧 如果是男生的話 在幼稚園的話 一定會去抓人家吉吉啊 好 好 好 欸 我被抓過好不好 好 艾克森的話 他是說 他這時候開始會有 進取心 以及罪惡感 就是說 他的 思考模式 開始有更複雜化了 對 好那接下來 一樣還是道德成歸請 你沒辦法用道德去 說明這個小孩子 他的 他的行為是符合 符不符合道德 不過他這時候 他會以 他也是自我中心為主嘛 但是自我中心會更強 所以說他做的事情 一定要對自己有利 好 好那接下來 他會說話了 所以說他的理解力會越來越強 智慧會越來越多 那你要教小朋友發音的時候 就這個時候 在學齡前期 三到六歲 因為這時候是他 教他發音最好的時候 對 好 那他開始會 不遵從 因為他開始要覺得 對自己什麼東西有利 他才會去做 那如果你叫他去買東西 他可能覺得他要看電視 他就不做 他就開始說不 好 那接下來就有性別認同 那第一個 是 練母情節 對 好 那一樣有 練母情節 其實跟 閹割情節差不多 只是閹割情節 可能在情緒上比較嚴重 就是他會去反抗 就變成是說 他不想自己當男生 就是 除了喜歡媽媽 喜歡跟媽媽在一起 之後他也不想當男生 就會有那種 閹割情節 然後後來 也可以說是閹割焦慮 對 好 那 那個 Electra Complex 是說他有練父情節 就是他喜歡 就是這邊主要講的是女孩子 就是女孩子喜歡跟爸爸在一起 然後不喜歡跟媽媽在一起 那如果程度再高一點 就是喜歡跟爸爸在一起 想跟爸爸結婚 但是就變成是很討厭媽媽那種 然後很討厭的話 就變成是養精 就是陰莖仰慕 對 就變成是他的個性 就是開始 性別認同就開始出來 自己知道是男生還是女生 好 那我報告到此結束 那有沒有要 疑問的 好 如果沒有疑問就交給 下一個 那個PBL2 對 對 這個 對 喔那個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維生物公平 那個男人要有錢的彩色原版 這樣子 不過這不是我家廁所這樣子 好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因為這剛剛都有講 官方我豬頭自己再多做 那再下一張 我直接從學齡期開始講 然後 學齡期的話就是 因為我是直接講那個 青少年期的心理及社會發展嗎 然後學齡期的話 在佛洛伊的他裡面說 講的這個時候 是屬於一個性的潛伏器啊 然後所謂的性的潛伏器 並不是說 他那個時候性是沒有 性是不存在 是只是沒有表現出來 因為那個時候 小孩已經逐漸理解到 你在大人的世界呢 彈性呢是一種 不被允許的事情 所以他那個時候 就是會把這種 以前在小孩子 亂做人家的經濟那種 亂做人家的經濟那種行為 就整個隱藏起來 他不會去做 但是私底下 他會去玩 他會去觀察 然後這個時候 也逐漸開始發展出 超我 來掩飾本我 就是 他會逐漸把自己的本我 掩藏在自己 心裡深處 然後在外面發 對 在自己的人口外面發表 發展出一種 超我的性格出來 這樣子 然後在Eriksson的 心理社會發展呢 則是 發展出 情分跟自卑啊 那什麼是情分呢 情分這個時候 就是小孩 他會逐漸開始 從事一些 像是 合作 以及競爭性的那種 那個什麼 團體活動啊 合作就是 大家一起 一起完成 一起完成一件事情啊 那麼競爭就是 如上面所講一樣 大家一起 賽跑那種東西嘛 那如果在這段過程中呢 如果小孩子在 在合作跟競爭之間呢 沒辦法 就是沒辦法獲得成就感的話 就會產生自卑 那什麼又是自卑呢 啊就是 就是 會覺得很無力那種感覺嘛 那這樣的小孩 在以後未來那個什麼 自己的發展可能會導致他 工作呢 可能會時常換工作 或者是 工作是往往沒辦法得行應手這樣子 所以 父母的時候這個時候 你就要看小孩這個時候 到底是發生什麼情況 然後再去 就是說 小孩他現在從事這個工作 是不是已經太 超出他的能力範圍了 或者是他的 他所從 就是超出他的能力範圍 然後適當的 調整他 所應該做的事情 讓他能夠重征 獲得那個成就感 而不會讓他產生太大的 自卑感這樣子 然後 至於那個執行規律活動 他書上是寫說 這段時間呢 你可以訓練小孩去做一些 日常生活中 應該做的事情 比如說早上 你要自己刷牙 自己穿衣服 然後自己穿雪 不要別人幫他做得好好 不要 不需要父母幫你做得好好的 所以說要訓練小孩子 平常 日常生活該做些什麼事情 就是這個時候再訓練這樣子 好 下一張 然後這邊也是講學齡期的時候 然後學齡期很重要的 這個時候也是語言 然後不同於學齡前期的語言 是說 因為學齡前期的語言 主要是訓練孩子的發音 那個時候如果你訓練好的話 以後孩子 講話的時候 比較不會口急 像我這樣子 然後 然後學齡期這個時候 訓練語言 訓練語言 就是 那個時候因為小孩子 他在學齡前期 已經 具有一些語言 該怎麼講的那些 基本的技巧 然後這個時候 學齡期這個時候 他會變得很喜歡 跟人家講話 所以這個時候 父母應該鼓勵 讓他帶出去跟人家講 那種鼓勵 那種社交活動這樣子 這樣往後 對他未來的發展 他比較容易健談 而且容易很清楚 確實在表達自己心中的感情 感覺一樣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語言 其實也是相當重要的 然後 至於自我發展 就是 因為學齡期這段時間 小孩會常常跟自己的 就是常常跟外面的小孩一起玩 所以通常 自我肯定的來源是 就是自我肯定通常是來於那個什麼 欸 同伴間的影響都會大於學齡前期啊 所以 同伴間的接納以及肯定 往往是造成 就是 就可以造成自我肯定 然後一旦有自我肯定的話 自我發展就比較容易傾向比較正面的 比較正面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時候的交友呢 當然還是以同性為主啊 就是說你比較不會跟異性來往 那個時候就會男生果跟女生果這樣子 然後 學齡期的小孩 這個時候的興趣很明顯都會偏向閱讀 還有電視啊 相信大家看一看都很有感覺這樣子 然後 其中閱讀的話 不就是 就是不反而是漫畫 或者是 看一些書啊 或者是偉人傳記之類的 那電視的話就不用說 電視不然就卡通啊 不然就是連續劇 或者是電影之類的東西啊 對 然後 至於遊戲的話 遊戲的話 這個時候的小孩 他們都一般都是以合作性遊戲為主 不同於學齡前期的話 學齡前期的小孩 他們有 就是他們遊戲都是 在一起遊戲 只不過學齡前期的遊戲是說 小孩他們聚在一起玩 但是彼此完全沒有互動 但是他們會交換玩具 互相玩動 譬如說我的玩具 就聚名玩具 沒有玩具就有玩這樣子 但是我們兩個完全沒交集 我們只有交換玩具而已 但是合作性遊戲就是說 這個小孩 這個時候的小孩子會一起玩遊戲 比如說我們來玩 他已經認知到說 隨隨便便在大人面前表現出自己很生氣的情緒是不被允許的 所以他在對外呢 他會很容易隱藏自己的情緒 就是他不會表現出來 可是呢 回到家裡呢 他那個時候會覺得家裡是一種很放鬆的地方 所以他在家裡還是一樣會很任性 一樣會大哭大鬧 所以這個時候父母會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你這個年紀會做出這樣的行為 所以這個時期的父母很容易會去責罵他說 你不應該這樣子做 可是這樣子是一個很正常的行為 這樣子 他會在外面會隱藏自己原有的個性 可是他回到家裡他會變得好像跟學齡前期一樣那個小一樣 又是很放鬆 很任性的這樣大哭大鬧這樣子 對 好下一張 學齡齊花兩張時代的 然後現在直接講青少年期 然後青少年期的話就是 在弗洛伊德的心理發展 這個時候他那個時候 因為在學齡齊的時候他的那個什麼 性衝動是被隱藏起來的 然後到青少年期的時候他那個時候 性已經很完全成熟 變得沒辦法再壓抑 所以性就會很衝動 然後就整個這樣澎發爆發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會開始 對 逐漸對異性產生那種欣賞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因為 就是這樣子爆發出來呢 變得說 會跟他在那個什麼學齡期呢 所培養出來那個 超我以及那個什麼 本我 因為他在學齡期不是說 他培養出那個超我去掩飾那個本我嗎 那因為在青少年期 你這樣那個什麼性衝動這樣爆發出來 會跟他有所衝突到 於是呢 青少年他會 他會延伸出兩個東西 來做的防衛機制 那兩個東西就是 知性化跟境遇 他用這兩個東西啊 去來做一個防衛機制 去防衛說 他那個性衝動的爆發的時候 那什麼是知性化 就是說這個時候青少年呢 很會去用自己的能力呢 去想一些很抽象的事情 或者是說呢 用自己的那個什麼 腦袋去思考一些有關社會價值 人生觀以及哲學方面的東西這樣子 那 這 就是 那個時候的青少年已經 具夠足備的 智力能夠去想這些東西這樣子 然後FORID他認為 這個時候青少年想這些東西呢 主要是為了要 抵抗這個 抵抗那個什麼 就是 性衝動 那自己境遇呢 就是說 這個時候青少年開始學會 如何是 哪些食物 我就會克制自己 不要吃哪些食物 或者是 這個衣服很好看 可是太貴 我不會買 他會開始學會控制自己 說 自己明明很想要那些東西 可是我因為某些特別的理由 我不可以買它 我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然後結果這兩個事情 來控制所謂的性衝動這樣子 然後至於X層的那個社會心理發展呢 則是說 因為之前的四個時期嘛 這個時候的青少年 他必須要獲得一個脫離家人 與家庭模式明確的自我感 反正就是 意思就是要有獨立的感覺就對了 他這邊自我認同應該是 這樣子 然後如果這段時間沒有好好培養 就會出現角色混淆 其實他這邊解釋我看不太懂 反正主要是自我認同 把它解釋成說 那個時候 開始準備要有一種獨立的感覺 主要小鳥好像要離朝那種感覺 這樣子 好下一張 然後呢這個時候 新少年興趣當然就是 剛我講的那種 抽象思考能力 及歸納演藝能力都變得特別的強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 他開始會有所謂的反抗權威 那反抗權威就是我們所講的 反抗權威就是那種 會叛逆或會反抗大人這樣子啊 然後他這邊做一個蠻好玩的解釋 就是說那個時候少年的心靈會構想出一個理想國出來 然後他會 這個理想國呢 他會拿來去跟他以前所 敬畏的一個權威來做比較 因為他 然後這個權威往往就是他自己的父母親 然後他會開始從他父母親 去跟他所謂構築那個理想國去做比較 然後進而從中去挑出他父母親的缺點 這樣子才可以把他心中所構想的理想國 以及這個現實慢慢的拉近這樣子 他才能夠比較能夠接受這個 他所心中構築的理想國 所以 這是他我們所謂的反抗權威的一個基礎理論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年輕人也很喜歡爭辯 而且 就很不容易去接受人家的意見 然後 就是很容易 就是人家說什麼 你會覺得他 他講的其實 就是不是對的這樣子 就很不容易接受人家的意見就對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自我意識很容易膨脹 什麼是自我意識很容易膨脹 就是你往往在 一群眾人之間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是 好像有人在注意你這樣子 然後 突然看到演出有人在偷偷講 會覺得 那個人是不是在講我 這就是所謂的自我意識膨脹 這個時候情長很容易有這種感覺 然後 人際關係的話 這個時候 還是 仍然跟那個 學齡奇一樣 還是以同性為主 然後這個時候 已經開始會逐漸發展到兩性關係 就是開始對異性 有興趣 然後 至於自尊的話 就是 自尊的話 就是 你自我滿意度 什麼是自我滿意度 自我滿意度 就是你自我滿意度高的話 相對的 你做事情就會得心應手 做事情得心應手 做事情得心應手的話 你 這好難歸納 就 反正自我滿意 就是 開始漸漸擁有自尊 他們自尊很 開始漸漸擁有自尊就對了 這邊跳過好了 這邊蠻奇怪 然後 對不起 然後獨立的話就是 如同上面所講的 就是會 就是 漸漸的不想要 受到父母的管教這樣子 然後情緒方面的話 這個時候青少年 很容易因為自己 身體上的某些 身體上某些殘障 而 引起情緒不穩 譬如說長痘子 這樣子 嘿好 下一張 然後逐漸發展到青年期的時候 在Erikson心理發展 所謂親密感跟孤立感 親密感就是 就是 你那個時候會很想要找一個 或者是 找一個人啊 然後去 分享自己心底的秘密 就對了 就是把自己心裡那種 內心 內心的世界 完全彈得出來 給那一個人知道 而這個人不乏的是自己的 親朋 自己的最好的朋友 然後 通常 最後是指說自己的另外一半 也就是到最後 變成是自己的終身伴侶就對了 然後如果在這段時間 沒有處理好 就很容易變成 自己一個孤立的感覺 這樣子 反正Erikson他的心理社會發展就是 左邊是 就是 一定是一個正向的 那正向處理不好 就變成一個副向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 社會的角色調色就是你要去 職業的尋找 因為這個時候你要 就是你要有一個固定的職業 你才可以在社會上有一個角色的 你一個位置可以站 然後家庭的建立 就是如上面所講 找到 有親密感的話 然後找到另一半 接下來就是家庭的建立這樣子 然後 以及生涯的規劃 生涯的規劃就有點呼籲 那個職業的尋找 你找到職業之後 以後要做什麼要做什麼 職業的之類的生涯規劃 這是青年起最重要的那種 心理發展這樣子 好下一張 然後至於中年起的話 在艾力森心理社會上就是所謂生產跟體質 那什麼就是生產的 生產就是說 這個時候你會開始 想想要怎麼對 下一代去做支持跟鼓 因為那個時候你的小孩長得差不多了 然後那個時候他還準備要離草 那個時候你要 所以你那個時候會開始想著 要怎麼樣給他 照顧關懷支持以及鼓勵這樣子 那 因為 對 然後如果你有做到這種程度的話呢 這個時候 就是 就生成 就是 就有做這種程度的話 就是心理社會 心理發展會比較好 那外面有做到 你做外面有做到這種程度的話 你就會發展會停滯的現場 那所謂的停滯現場 那所謂的停滯現場就是 就是 自私之利然後就是 不為他人著想這樣子 然後通常 會 沒辦法發展出生產性 而會 最後導致停滯性 往往都是因為家庭失了 或者是 沒有辦法跟自己的另外一伴 以及子女做好 良好的溝通這樣子 然後至於社會角色調適的話 所謂夾心的一代就是說 你上有父母下有子女 然後你又有妻子這樣 你要負責做那三個人的協調這樣子 所謂夾心一代是這個意思 然後 你會衰老 那你事業開始可能 慢慢再走下坡這樣子 你要學會 你要學會怎麼去調適這樣子 好下一張 然後在老年期的話呢 在AVX心理社會發展 就開始變絕望 所謂絕望就是說 你同年齡的人的死亡 或者是 你開始漸漸的 你在社會地位上呢 漸漸沒有地位 因為社會不需要 你在社會上等於是 在社會上的地位等於是沒有的樣子 所謂絕望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統合話就是說 你能 你如何能夠從這些絕望中呢 去發展出自己還有人生觀 然後 就是樂觀積極這樣子 這就是所謂的統合 然後 退休的條是就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 你 當你從工作崗位 所以 退出來了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調整自己的 調整自己的心情這樣子 然後 關擱的事情就是說 你的另一半可能已經也不在了 然後 家庭地位改變就是說 因為這 這算是蠻特殊的 因為早期在中國的話呢 老人是 一旦老他是受到尊重 他是一家的權威 可是往往到現在 我們現在 中國演變到這個情況 老人現在變老 反而家人都沒有人要理他 然後把他送到兩老院 然後 所以家庭地位改變就是說 這一輩的老人 他們在 以前 他們對老人是很尊敬的 然後 換他們來當老人的時候 他們 一樣 他們反而 不受到人家的尊敬就對了 所以家庭地位改變就是 他們如何去調適 他們自己的這樣的一個心情這樣子 然後 我要講的心理發展就這樣子 好 謝謝君文 10點 可是已經12點了 哈哈 沒關係啊 啊 我們還有 三個人要報告啊 哈哈 好 那我用五分鐘的速度 非常快速的講過 我要報告的題目就是 婚前健康檢查 對 那這個地方就是 欸 相信大家都蠻用得到的 那 嗯 因為資料蠻多 但是為了時間的關係 我就簡單大概講一下 好 那在slide還沒有出來之前呢 我先講一下 他的目的啊 那婚前健康檢查的目的呢 不是為了給我們一個聰明健康的寶寶 並不是說你去做婚前健康檢查 生出來的小孩呢 結果都很聰明 可以考上成大醫學系 最重要的是說 避免一些人間的悲劇啊 對 然後就是 如果說像比如說這個疾病SMA這樣子 或是一些 一些 嗯 潛性或是隱性的疾病 那這才是優生學最重要的目的 對 那為什麼slide還沒有出來 好吧 那我再講一下 那就是婚前健康檢查呢 他跟一般的健康檢查 有什麼不一樣 那其實呢 內容是大概差不多 只是說婚前健康檢查 大概比較著重在 懷孕這方面 好那slide已經出來了 那 我們來看一下他目的 第一個就是避免說 呃 STD啊 那就是性傳染疾病 現在這個社會 你不知道你的另外一半在結婚以前 他 欸如果你們沒有婚前性行為的話 你不知道他在結婚以前 到底有過多少個性伴侶啊 那你可能 如果說 貿然就跟他在一起的話 有可能會得到這些疾病 然後第二個就是優生學 這我剛剛已經講過 然後第三個就是跟不孕相關的一些 一些方面 就是檢查一下一些懷孕方面的功能這樣子 好下一張 好那我們看一下健康檢查有什麼項目 那 呃 就是健康檢查的話 主要就是每個醫院他排的項目都不太一樣 那我找了蠻多家醫院就是 呃 但是有一些大同小異的地方 不過如果說你要做一些細部的檢查 那很多都是自己選的 那你如果多做什麼檢查就會多付什麼錢 那 第一個的話 第一個最重要的當然是基本資料 那這邊的話 除了這些以外 他順便會問一下你的心理狀況 比如說你有沒有憂鬱症啊 或者是一些 呃 可能精神方面的疾病這樣子 那 嗯 如果兩個要結婚的夫妻應該 精神方面疾病的機率應該好像比較低一點 不然的話可能另外一半會發現 那第二個就是 跟一般基本健康檢查 大概類似 那就是比較都是外部的這些測量 好下一張 好那 那再來的話還有就是 呃 跟一般健康檢查蠻像的 那就是測 採你的尿液啊 還有血液這樣 那就是主要是測這個 那 呃 這比較注意的是說 在測這一項的時候 比如說你測血糖啊 尿酸 檔固醇 那這些的話抽血之前你要近18個小時 所以 通常如果你去大醫院做婚前健康檢查 會叫你前天晚上不要吃東西 好那比較重要的呢 呃 他會著重在下面這個 就是女性健康檢查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因為你如果要懷孕的話 你要健康然後才能夠生下健康的寶寶 那 那以下這個四個病呢 請大家複習一下 微生物跟寄生蟲 那 這些的話就是 比較會垂直感染的 像B型肝炎啊 那德國麻疹 那 比如說像德國麻疹的話 你如果垂直傳給胎兒 你可能會造成他白內臟啊 對 那那個Tocoplasma的話 這個 這次要考的範圍大家都很熟 所以我就不講了 那 因而主要會造成這種 脈絡膜缺損啊 智力不足之類 下一張 好那 再來的話就是 比較跟我們主題相關就是 呃 遺傳疾病 那我們要怎麼樣避免生出一些 就是 顯性或隱性疾病的一些小孩子的話 那 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要做家族的疾病史查詢 那 也就是他會寫你前一個那個單子啊 然後就是 把你的祖宗八代的一些 一些疾病史通都寫出來 那 如果說你 呃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會抽血檢查 那這一項的話 檢查之前不需要進食 那 第一項是雙方的染色體檢查 但是 但是剛剛已經講過 如果染色體檢查的話 因為 有太多的那種 這種基因的比對的話 那這是一個很耗食又很耗錢的東西 所以 我們第一個就最重要是要做家族疾病史 那 就是說看你們這個家族裡面可能會有什麼 呃 存在的疾病 那 他再來 根據這些疾病的話 來做 就是染色體檢查 或者是說 你這個婦女呢 你常常 不明原因 流產多次 30 就是你如果流產很多次的話 他可能會懷疑說 你這個胎兒可能 就是會有染色體缺陷 然後 嗯 所以的話就是 胎死腹中生不下來 好那下面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全身的這個 血液的技術檢查 那主要就是測三種血球嘛 WBC RBC跟血小板 那最重要是說 我們如果說有瓶血的話 有可能會生出重度低中海性瓶血的小孩 好那第三個的話就是不一定會做 那 呃 有的醫院會有的不會 那最重要是測那個 G6PD 那如果大家生化還記得的話 大家可以知道這個 這個 酵素的話 他對於 葡萄糖的代謝是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說我們缺少這個的話 就會生出蠶痘症的小孩 那所以蠶痘症並不是說 如果你懷孕的時候吃了蠶痘 就會生出蠶痘症 還是因為缺乏這個 所以這時候也會測 好下一張 好下一張的話就是 這種一個 某一間醫院啊 就是和平醫院 他們婚前健康檢查 要填的那個主譜圖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雖然排版有點亂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祖宗八代這樣子 把它寫出來 如果說有什麼重病的話 你要註明清楚原因 那他再根據這個疾病 來分析你們雙方的染色題 下一張 好 那到很重要的就是 STD啊 那這不僅僅是為了優生血 是為了你的健康 那 最重要就是 比如說 我們測眉土血清啊 然後很重要的做 HIV 那還有靈病 靈病的話就是 如果女生的話 就要採用內診 也就是說如果 你的老婆是處女的話 你 不過也不用擔心這個 你就不用測靈病的 細菌培養啊 那還有PE菌 對 那PE菌的話就是 測用尿液 筋液 或是子宮頸取得檢體 大家知道什麼是內診嗎 應該知道吧 內診的話就是 婦產科的話 還會叫你把 雙腿張開 然後他用那種壓嘴 甚至你的陰道裡面 然後去看 採集 就是看你裡面的子宮頸啊 然後 陰道的狀況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處女萌沒有破裂的話 是不可以做內診的 每一個女生去做婦產 去看婦產科的時候 都應該要知道這一點 好 下一張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不孕相關啊 那主要就是做這兩大項 第一個是男性的精液檢查 那這個的話就是 你可以在家裡面 然後自己把精液取出來 然後送過去檢查 然後主要是看 精蟲的數量以及活動性 那還有的話就是 女性卵巢的功能檢查 那 這要怎麼看呢 就是 如果說你是 34歲以上的婦女啊 然後 然後就是懷疑自己有什麼 軟巢 可能你很久都不孕的話 那你也可以做這個 就是 測 懷孕 月經週期的第三天 那裡面協議的這些 成分這樣子 那 這些成分分 就是這些 嗯 這些 荷爾蒙的高低 分別帶什麼什麼意義就不講 反正就是 主要是測這三個 這四個 荷爾蒙可以看你的 軟巢功能這樣子 好下一張 好 那就快要結束了 什麼時候做會比較好呢 就是你們要懷孕 欸 要結婚以前的六個月比較好這樣子 因為 如果說我們剛才說要做 德國麻疹的抗體啊 水痘的疫苗這些 那 呃如果說你沒有德國麻疹的抗體的話 那你 你要打 然後還要發生效力 然後避免影響到胎兒 所以 呃最好是在結婚以前六個月 才能夠有一段緩衝的時間 好 費用就是你做什麼 然後就付什麼錢 那公立醫院比較便宜 他可能就叫你做全套啊 所以你就要付很多的錢這樣子 好下一張 那 最重要的話 我要強調一個觀念是說 有人會說 欸我去做婚前 我結婚前 我去做健康檢查 那我們兩個都正常啊 可是為什麼我們還是沒有辦法懷孕呢 那不孕的定義是說 結婚以後一年 在沒有避孕的情況之下 還是不能夠懷孕 那我們剛才講過 如果不孕相關 他只是做男性的精益檢查 那女性的軟巢功能檢查 那大家知道說 懷孕還是需要很多的 呃一些機制的配合啊 比如說如果你疏軟管阻塞啊 或者是有的沒有的 一些疾病的話 也都有可能會造成不孕 或者是心理壓力之類的 也就是說我們去做 婚前健檢的話 我們並不能表示說 一定就能夠生下小孩 我們只是 呃只是來測說 男生他的 嗯 精益 他的精蟲的話 有沒有什麼困難 或者是說女性拍卵是否困難 這樣子 好下一張 所以呢 這就是結論啊 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呃 著重在身心狀況 以及家族病史 就是說我們不想要生出一些 就是呃他自己 可能生下來 小孩子自己會很不快樂 然後我們也覺得 會覺得 造成整個家庭負擔的小孩 這樣子 那 欸如果說結婚以前 你們發現 雙方有一點困難的話 那要不要懷孕 這就是兩個人自己的問題 但是結婚不只是為了懷孕而已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好下一張 好 那上面這個 這個網址啊 如果女性同胞可以抄一下 這個是一個蠻蠻好的網址這樣 就是他是北部的一個醫師 他所做的網頁 那裡面有 對於婦產科相關知識 有非常豐富 而且蠻專業的資料 那如果女生有什麼困難 可以上去看一下這樣 好我報告到此結束 好 好 我們 好 謝謝雅雯報告 可是 其實不只女人蠻重要的 應該對男生也是蠻重要的 好 但是我們先請民衆報告 這個基因治療 這個基因治療呢 是一般 但是其實呢 SMN2 也會對 SMN2 這個疾病 會有影響 就是說他的 假設說 SMN2 他的copy number 比較少的話 他的onset 會比較早期 然後他的 假設說 SMN2的copy number 比較高的時候 他的onset 會比較在往期的地方 好 症狀也比較 不嚴重 下一張 SMN1和SMN2 那這兩個 他的 他其實他的 transcript 是identical的 除了一些nucleotides 然後 有 其實有找到一個 一個地方 是在XSOM8的地方 SMN2 這個gene的 XSOM8的地方 的一個 D D 1 Site的地方 那這個Site 只有SMN2 這個gene有 SMN1 這個gene沒有 所以 可以把這兩個區別 那最主要說 他們 transcript 還是 大致上是identical的 然後 然後 SMN1 這個gene 跟SMN2 這個gene呢 tranccript 都在 exon7的地方 都有一個 termination coding 他們也會產生一個 non-coding的 exon8 下一張 smn1 這個gene 和smn2 這個gene 他們 差別在哪裡 在哪裡呢 smn1 它是 它會做成 transcript 的話它是 也就是說它會保留下來 但是 smn2 這個gene 做出來的 transcript t 它會把 exon 切掉 那會切掉的話 有 smn-delta-5 delta的意思是 把 exon切掉的意思 那其中呢 以 delta-7的 transcript 最多 smn-delta-7 意思就是說 它做出來的 transcript 沒有exon7 好下一張 為什麼 smn1 它會把 exon7 保留下來 沒有切斷 那 smn2 這個gene 會把 exon7 切斷了 因為呢 在exon7 的第六個位置的地方 是 Cytosyn 在 smn1 這個gene的情況 可是在 smn2 這個gene 它exon7的第六個位置 是 thymine 那有thymine的話 它exon7 就會被 切掉 也就是被excluded 這是會造成 exon7 保留 或 被delta掉的原因 就是一個 單一個nuclear type 這樣子 好下一張 所以這個 gene的therapy 主要是 就是 在spicing的地方 因為有 smn2 有 spicing的話 它就會把exon7 切掉 那我們可以透過 這個spicing 在in vivo in vivo 意思是在活體內的 我們可以來 modulate 這個spicing 然後 會用到的東西呢 會有reporter gene 然後這個reporter gene 有 用到兩個東西 一個 會產生 luciferase 就是發光酶 另外一個就是 green fluorescence 的protein 的gfp 下一張 然後 現在有幾個 因子會對 exon7的保留 會有影響 第一個呢 是那個 sodium venidate 化學是在上面 這個呢 會促進 exon7的保留 但是它對細胞有毒性 第二個呢 是 xr-like的protein 就是trol2 β1 它會bind到exon7 也是會促進exon7的保留 另外有找到一些 non-exon的蛋白質 那另外呢 磷酸化呢 跟訊息傳遞也會跟 exon7的保留 或者是delete 有關係 下一張 好 這個是他們做的實驗 就是 第一列的話就是 從左邊到右邊 就是exon6 16 然後intron 這樣過來 然後會看到 第一列的右下角 顏色比較深的那個 長條 那個是reporter gene 然後第二列的話 是firstPCR products 他們就 做了三個 分別是 大括號裡面 的第一列是PCRXY 第二列是PCRY 第三列是PCRZ 這樣子 然後從第一個PCR的產物呢 去做成PCR 第二個PCR產物 然後由第二個呢 再把它接到 因為 接到最下面那一列 它有兩個 restriction enzyme的 那個cutting side 就是有兩個箭頭 往下的 就左邊那個是VC L1 然後右邊那個是拿完 好下面那一張 然後其實可以看到 它reporter gene 是顏色 比較 低列的話是顏色 比較重的那個方塊 它是接在 exon8的右邊 然後它原理就是 用reporter gene 來 來監測 exon7有沒有被delete掉 假設說 exon7 被保留下來的話 那reporter gene 就會發生作用 然後假設說 exon7 最下面那列 假設exon7 被delete掉的話 reporter gene 就是out of frame 那reporter gene 就做不出蛋白 就是這樣 下一張 這個是gfp 就是綠色 螢光蛋白 就是gfluorescence protein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的話 smn1的話 它的蛋白 這個圖 是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到了 然後上面那一張圖 是蛋白 看起來就是 它亮度會比下面那一張大 那蛋白亮度比較大 就代表 報告基因 reporter gene 有發生作用 也就是代表exon7 有被保留下來 下一張 然後這一個 上面那一張圖 中軸是 luciferate 發光媒的活性 橫軸是 smn gene 然後帶一個reporter gene luciferase 那可以看出來 smn1的 luciferase 的activity 會高 那這也是它exon7 有保留下來的原因 那下面是它跑電流的狀況 最左邊那個是它marker 然後第二個column 是這樣子 然後上面都有說明 那可以看 最右邊那一個 它有標示 FL smn 代表for length smn 也就是說它exon7 有被保留下來 然後最右下角那個 那個英文字呢 是smn delta 7 就代表它exon7 被切掉 那你從這個電影 可以看得出來 好下一張 然後這個呢就是 加進去 true to beta 1 對exon7 它的 黑色的 長柱條 會明顯增加 代表 s17 會保留下來 然後下面是它的 電影機器 然後下一張 上面呢 上面那個是 加進去化學物質 就是sodium venidate 化學是在上面 然後比較淡的是 control組 顏色比較深的是 就是有加進去 sodium venidate 那你可以發現 有加進去sodium venidate 的話 2的 luciferase的 activity就會增高 那 luciferase的 activity增高 代表exon7 有被保留下來 然後下面是 以 那個濃度的不同 它是micron micron mol per liter 這樣情形 下一張 好 所以結論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一些小的分子 來 調控 spicing 然後這個 用這個觀念 就可以 發展 那個基因治療 這樣 謝謝大家 好 我要報告的就是那個sma的病人啊 被醫生診斷出來有sma以後啊 他應該要怎麼辦嘛 那因為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研究出很有效的治療方法 所以也只能把病人帶回家 那給予就是看他有什麼症狀 就給予他什麼樣的那個支持療法而已啊 那 就是在居家照顧方面啊 我把它分成六項嘛 那 像在病人房間的環境安排方面 就是 能夠越簡單啊 越清潔 然後通風溫度都可以 考慮到最舒適的程度 這樣子是最好啊 那 病人 平常他的活動的話 我們當然是要幫他做一些復健的運動 讓他多伸展他的四肢 然後 他的日常生活方面 如果 呃 有什麼活動 他能夠自己動手 盡量讓他可以自己做 然後在飲食方面的重點就是 可以讓他吃 軟的啊 流脂的食物啊 那 除非他無法吞咽的時候 我們才會用鼻胃管罐流食物 那 因為病人長期臥床 或是坐在輪椅上面 所以要注意他的身體清潔 就是要用石毛巾每天幫他擦拭身體啊 然後 在排泄方面的話 嗯 盡量讓病人每天可以有一次坐馬桶的機會 這樣子可以培養他良好的排便習慣 那 如果是 小便方面的話 可能就要使用尿糊或是止尿布啊 然後 非必要的時候不會使用倒尿管 因為這樣子會增加那個 微生物感染的機會 那 嗯 接下來 我 把各類型病的照顧重點啊 嗯 用 很快時間帶過去 像 太不安的話 因為發生在很小的小孩身上 然後 因為那麼小的小孩 他不可能會自己運動 所以 嗯 父母可能就要用那個 玩具啊 就是羽毛類的玩具 給他刺激 跟他遊戲啊 這樣 嗯 促進他的運動這樣 然後 小孩可能他的唾液 會堆積在那個 Nasopharynx裡面 他們吞咽困難 吞不下去嘛 所以就要用機器幫他抽出來 那另外還有我們常用的就是水療法 因為在水裡面浮力比較大 那 四肢就容易伸展運動啊 那 另外如果無法射食的話 可能就要插鼻胃管 來灌流 然後 還有一種就是 有一種 Oximeter 這種機器啊 可以偵測到病人他吸入的羊 他血中的羊是否足夠啊 這是用來 用在那個 呼吸功能有問題的病人身上 那另外還有很多 那個 物理治療方面 那個呼吸療法 就是有很多機器是 用來幫助 呼吸機位 所有病人 Ventilation 那最後就是 因為 Type-1的病人 可能生命都不長啊 那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 期間 那我們要給他 適當安寧療護 欸 出來了 然後 再來 我接下去講 Type-2 Type-2的小孩 就比較沒有那麼嚴重啊 所以他的重點就是 要 保持 保持他直立的 知識 就是有 他可能有一些 那個 器具 支架 保持他直立的知識啊 然後 然後就是要幫助他行走 還有站立馬 比如說那個 呃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肺功能有問題 然後沒有辦法自己排出那個 在肺裡面 堆積的痰啊 還是分泌物 這樣子會 可能會傷呼吸到感染 所以就要用一些 機器來輔助 然後 至於Type-3的話 就 症狀比較輕微 所以大部分 他可能可以 自己行走 所以就只要給他一些 輔助的拐杖 還是電動輪移就好 那我們目前國內 有一些相關的組織 就是 呃 大家可以上網啊 看到有一個叫做 財團法人 罕見疾病基金會啊 然後還有 劍動人協會啊 都是跟SMA有關的 然後 政府也有很多 像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啊 然後 健保啊 還有罕見 疾病防治藥物法 這些都是用來保護 SMA病人的法律啊 然後 呃 那個法律還有規定說 如果我們醫師有 呃 發現 那個 SMA的病例 或是疑似病例的時候 必須要 向上承報到那個 衛生署啊 然後 這時候就是要 填一張 長得像這樣子的單子啊 然後 呃 你可以用傳真的 用寄的 用E-mail的 就是寄到那個 衛生署去啊 嗯 然後 至於在病人的 心理建設方面 因為 呃 其他組的同學 有報告告 所以我就不多說 那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好啊 嗯 沒有辦法 打不開 那我們 就 今天報告就到這邊了 然後 大概 就這樣 拖滿久了 然後請老師 幫我們講評一下 學員們大概都做了很多的準備啦 對 我覺得啦 就是那個內容很豐富啦 但是 就沒有去 可能 我自己覺得啦 是那個題目太多啦 所以 其實應該 大概 減到一半左右 可能是兩個同學 一起去準備那個 那個 那個內容 但是 一位同學去回答 問題一位去 大概就會比較好 不然 現在是明顯是過世嘛 所以 本來我 已經提醒過主席的啦 所以 假如有 有機會大家 明年還有機會做 PPL啊 所以當主席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策略 就是說 假如之前那個同學已經過世 後面就要砍掉 砍掉就是要減縮它的時間 不然你就最後就 沒有辦法 有如實結束啦 所以有一些Presentation呢 假如之前的同學已經Present過 是有重疊的東西 就不需要再 詳細進去 再詳細講 很多東西 假如你講完之後 同學都會忘記的 那些就是不需要講的啦 所以把重要的講出來啊 所以 因為我看同學有些也是打課睡這樣子 表示裡面的內容呢 是有一些是可能redundant 所以我的時間也是 盡量控制要快一點啊 不然大家也是很boring這樣子 本來我是準備每個同學在 講你們的內容的啦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沒有辦法這樣子 實際上是通案式的講 所以有一些發音呢 是先講小的東西啦 發音的東西不是很對啦 比如說這個emg啊 應該是emg g就是味非那種料的 g啊 g啊 然後g6pt也是啦 g6pt啊 g6pt啊 所以有些發音不是很精確啊 所以 然後呢 就是在講 報告那個內容的時候啦 有一些是同學能夠 違規到那個case去 有一些是完全沒有的啦 比如說 在講那個人類發展 那個兒童心理發展 我是看不出有什麼關係啊 除非你說 在違規到那個case去 什麼時候就要告訴那個小孩子 他的病情 那個還有一點關係嘛 應該其實可以違規到那邊去 有些是明顯是超於那個 超出那個範圍的啦 所以 我覺得內容很有趣啦 所以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就是 一些是印發的那個內容啦 講的時候只是講那個重點 一方面可以告訴老師 你準備了很多啊 另外一方面呢 是可以控制時間啊 把重要的東西講 所以有幾個部分 其實還是沒有講得很清楚啦 我 譬如說 那個病人所present的東西 其實有兩個東西 在同時在進行 一個是de-innovation 神經細胞在死亡嘛 一個是re-innovation 重新再 神經再重新投入啊 所以這兩個部分 其實是沒有講得很清楚啦 所以那個EMG 上面的express出來的東西 其中 它為什麼有spontaneous 就是自發性的那些放點啊 是 假如沒有神經支配 那是應該是來自另外一個 呃 Phenomenon 叫做de-innovation hypersensitivity啊 上課時候講過嘛 大家就忘了啦 所以 就是他的muscle可能 receptor hypersensitize respond to circulating AC 這類的東西 可以解釋這個原因啦 舌頭的部分 也是沒有講得很清楚啦 現在大家都猜啊 你們用到一個字叫推論啊 其實那個是猜測啦 不是推推論啊 就是猜測而已啊 要分出來啊 就是猜 你猜了你告訴人家 什麼知道什麼不知道 這個很重要啊 舌頭 為什麼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對 它表面沒有什麼其他的皮啊 那個抱著很厚的東西 同時它是沒有其他 Skeletal muscle一樣有 Insertion跟Origin 那個那個兩個端把它拉住 它一端是free的 所以它很容易看得出來 其實其他的也看得到啊 其實這個表面也看得到而已啊 所以這個是沒有談到啦 所以這個部分 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 可以不需要present啦 假如你真的要去綜合那個意見 你的工作是很大的 這不需要再present啦 所以其實可以這樣子考慮 明年你們那個PPL 病態生理學那個部分呢 這時間是類似的case啦 但是只有一半的時間 所以這麼短的時間去做那個presentation 跟discussion 所以大家請留意 這一次是第一次是比較慢一點啊 下明年的時候可能就需要 可能更更要精簡一點啊 東西很多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 不要就是從頭這樣讀一次這樣子啊 這是重要的 告訴同學哪裡是重要的 假如你講完之後他們都記不起來 不要講啊 是啊 你一定要講他們記得起來的東西這樣子啊 我建議是用這個方式 從事盡量違規到那個case去啊 所以這個是我的建議啊 好的 謝謝大家 到這裡為止